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它未输入资料的话 那我要把它挡下来 可是要怎么挡下来 第二个的话是如果它非数字资料 要把它挡下来 第三个不是 0到100之间要把它挡下来 所以可能有房呆这三个 当然不是只有这三个 可能还有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如果有你用同样的方式去把它挡下来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挡下什么 挡下那个 就是不对的数字资料 那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 我们应该写在哪边 所以第一个的话一样 我们当我按下它的时候 它输入 所以你要思考 所以当我按下新增的话 那我们刚刚程式是写在哪里 写在这边 就直接新增了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要写在哪里 当它要新增的上面 你就要先做逻辑判断 如果它那个逻辑不符合我们要的 你就让它跳开 就不能往下走 OK 所以特别注意 程式记得一定要写在新增资料的上面 不能写错位置 OK 那所以第一个 那我应该逻辑第一个 这四个里面不能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就帮我跳 那写法当然好几种 那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种写法是四个一起判断 第二种是个别判断 那比如说我要四个一起判断的话 我怎么写呢 如果所以你先if 如果第一个是空的 它的名字叫什么 TestBox1 里面的资料叫Test 如果是空的那就等于空的 这样就好 或者是偶尔 或者是第二个是空的 第二个是空的话 那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改成2 然后一样 所以2 然后这边就3 如果3或一直或下去 或4 后面就结束了 打一个Zen就可以了 然后 也就是说 这个三个其中有一个是空的 应该看得懂意思 就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 慢慢就是要让它很直觉 其实这个语言我觉得 VBA它其实基本上就是 尽量符合口语叙述 当然都英文啦 没办法 所以后面加一个endif 如果它其中有一个是空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跳出错误去 跳警告讯息 所以要跳一个方块跟它讲 所以那个东西叫messagebox message 简称msg box messagebox 然后你就空一格 给它一个讯息 这个的话 比如说你就请输入资料 请务必 或者是哪 反正你就是这个 输入资料 然后惊叹号一下 ok 这样的话 最后记得 因为它已经跳出 这个其中一定有一个是空的 反正这四个不能有一个是空的 其中有一个空的就跳进来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直接跳离 所以直接跳离这个程序 就是不能让它往下走 直接就让它跑到end sub这边 记得如果让它直接跳到后面的话 你要记得有一个叙述方法叫 adest sub 就是直接就帮我离开这个sub吧 它就直接跳到end sub 底下的新增资料那些都不会跑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把它run一下 我什么都没说了 新增 请务必输入资料 确定 没出错 有没有 但是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辨识说 到底哪一个没输入 那也没有办法辨识的话 那就是 变成什么 你就是 它感觉好像有点不友善 所以比较友善应该是 要知道哪一个没输入 然后呢 就把那个游标放在那个除尘格 请输入 好像感觉会 比较ok 不然的话 他会觉得说 请务必输入 他有时候 使用者介面 那所以你可能要换第二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就是 我们不要一次全部输 一次全部判断 我个别判断可以吧 ok 所以后面这个不要 如果第一个没输 那你就什么 请务必输入 这个就不是资料 请务必输入姓名 有没有 所以我确定知道的是 你这个姓名没有输入 对 而且后面 你还有个斗点 斗点的话呢 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VBcritical是警告 就是有一个 好像我印象都是XX还什么的 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我常用的是斗点 后面有一个VBinformation 这个就惊叹号 那是这个斗点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在那个讯息提示方块 前面有加一个小的图示 看起来会比较稍微漂亮一点点而已 OK 主要是美观而已 OK 那不加也没有关系 然后再来什么 在EasyHub前面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什么 我就把游标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Testbox 1 的上面 那怎么做呢 这边有没有 点什么呢 Set Focus OK 这样都OK了 那当然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做一个之后的话 你变成说你第一段做好之后 你变成说你第二个 你变成你要再 第二个就是变成 Testbox 2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的话SetFocus 2 请务必输入什么 那个东西 OK 那个反正这个字要改一下 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一样 3 4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底下这边有写好了 你直接拿这个来call OK OK 好 直接这样子啦 因为其实 如果你要个别的 当然比较友善 可是它缺点就是你要写很多 都写在上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边再把它执行一下 启动表单 有没有 它会先从第一个验证 请输入姓名 有没有 这个information是长这样子 那我就 111 Enter 又这个没有 有没有 它有答案考核 你们要不要放这边 反正你只要有一个没输入 我就会逐一逐一的叫你一定要输入 不过有些当然它可能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它就是一定要 这个时候按新增 OK 就OK了 好 那 再来的话 第一个防呆完成 第二个防呆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 可以让它输入 可是怎么样 一定要是输入什么 一定是数字 尤其是下面这三个 那要怎么一定要是数字呢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那个这个 就是一定要输入资料的逻辑防呆 先做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后面还有就是说 一定要是输入数字的 一定要输入的是零到一百之间 那种